2015年9月24日 在长沙的一场中国南兰对阵韩国的比赛 最后3.1秒 周旗两罚命中后 中国南兰完成了20分的大逆转 2015年亚锦赛之前 中国南兰正在经历着换血的阵痛 亚锦赛上已经连续两年只得到了第五名 外界对中国南兰的质疑声此起彼伏 蓝鞋再次请老帅公路名出山执掌教鞭 首要目标就是要挽回球迷的信心 比赛开始 他们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姚明一个人打 四个人看的局面 首截一剑连就砍下了11分 但中国南兰却以14比27落后韩国13分 第二节面对韩国人一波接一波的攻势 中国队处在了极为艰难的境地 分差很快被拉开到了20分 这时又是一剑连和周鹏站了出来 帮助中国队追回了一点分差 上半场结束还落后韩国11分 下半场 无论中国队如何追分 那时的篮筐在韩国人的眼中 犹如一片大海 怎么投怎么有 反观中国队这边 篮筐就像盖上盖了一样 王哲林面对空篮都没能补进 关键时刻 现场中国球迷的异曲歌唱祖国 提振了球队的士气 他们始终都没有放弃 将笔分一点一点地往回追 第四节7分11秒 周鹏的突破上篮没有放进 又是周琦在篮下的双手补扣得手 分差缩小到了11分 随后阿联送上大帽 郭艾伦拿球快推转换进攻 篮下减速侧身上篮得手 中国队终于把分差迫进到了多位数 周琦 周琦 顶部金钟葵 好球 好球 一千零 中投 再给第一位 周琦 好球 比赛进入最后一分钟 郭艾伦突破到篮下 高高跃起分球给到篮下的周琦 后者爆扣得手 中国队在最后时刻终于反超了 上演了惊天大逆转 现场球迷彻底沸腾了 在这场比赛之后 南篮一路拼鲸斩棘 重返亚洲之巅 党签 外人突然锯 上篮 好球 几球几人 算键 好球 76比73 0过3分 我们在过后20分的情况下 上演了大逆转